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 我们俩就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我对孙九芳很了解 小的时候他就喜欢说相声 可是那个时候家里面条件不好 家里面孩子多呀 农村嘛 孩子多 他在家里面是老大 所以说给他起个名字叫孙九芳 人家老二呢 老二叫孙九元 老三 孙九三角 老四 孙九正方形 老五 孙九平行四边形 哥儿几个没给他妈拿死 没事扎他妈干整 他也怕他玩意儿不好生 反正是家里面孩子多 后来一个人拿着钱 从山东来北京学相声 上这儿来 很不容易 给他换门的老师 他叫刘和安 刘和安跟我们这些人 还不太一样 我们是来德云社之后 才学的相声 在这儿学的 刘和安人家在学校里面 就学过相声 专业叫相声 上学也在天津 天津有一个中国北方取校 他是在那儿呢 让别人取校 没学会 在那儿学的相声 每个人的从一背景都不同 不一样 拓点也不一样 我身边这个老师 您老师 大伙可能有认识他 这个老师在贺子科里边 捧的我觉得捧的是最好的 他姓关哪 姓关叫关之林哪 在那儿跑个没关 我怎么还叫关之林了 那您叫什么之林 关 您叫什么之林呢 叫什么名关赫白 关赫白 关老师 不敢当 关老师在我们酒队来说 这是岁数最大的相声面格 都是大几岁 从今天这场说法 从第一场到我们这场 他岁数最大 我要没记错的话 您是光绪十六年出生的 那您肯定记错了 我没见过光绪 没见过 就跟你见过 不是我觉得您岁数大呀 我大不了那么多 多大岁数 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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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年相声演员了吧 可以这么多 对对对 关赫白 中年43岁 今天在天天的舞台上 那跟大家告个别呗 新年仪式我就偷门了 别玩笑啊 谁玩笑 谁呀 中年演员43岁啊 您刚才是这么说的吗 说的不对 不对 那我更正一下 想年 什么叫想年呀 我想您今年43岁 最好少想我 想要49方法还是 他确实是岁数大 岁数大呢 平时还爱学习 你看后台这些个眼睛闲着没事 老抱着手机玩游戏 都爱玩 关老师从来不玩游戏 我没有那样的好手机 那你也太差 那太差了 多数年了还不差 他喜欢看书 喜欢研究 我呢也喜欢看书 喜欢研究 但咱俩研究的内容不一样 您研究什么呢 我最近喜欢研究什么呢 研究这个 什么 算卦相灭 你研究它干嘛呀 一个这个 有时候给后台这些人算算啊 什么的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什么意思 有风险迷信呢 不不一定吧 什么叫不一定 算卦 这很多种 我单说这么一种 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什么呀 有的在这个路边上 或者这个过街天桥 摆个摊 这个形式叫 先写后问 这个不论 您要找着算命 他拿笔啊 拿笔在黑板 写完了扣过来 干嘛呀 让你自己说 说 你说完了 他一先开开 你说的 那写的一样 你说这个 不还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你见过没有 这我还真没见过 没见过 那你要这么多 这还挺准的 不准 我说 这不都写 写说跟你说的一样 还不准 他为什么不准呢 他写这字里有问题 写字能有什么问题 你怎么说 怎么都对 不可能 你看 你可以问我 你要问我 我现场 我告诉你一句话 所有的答案都在这话里 好 您说一句话 大伙我那个答案 存在您话里 还对了 我就会这样 就这么转 对 可以 那现场来了呢 你随便问 你给我算一算 先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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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还是在不在世 父母在不在世 嗯 回家看看 那让您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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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世 父母双双 就是父亲父亲都在世 不能克伤一位 一个都没死 都在世 那比如说去世了一位 还剩一位 那也对 你注意我这段劲 父母双双不能 父母双双 已经是不可能了 克伤一位 死了一个 就剩一位了 这一不能就没意思了 那要 比如说都不在于 都不在于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 要死都死 好 一拐弯的 你看对不对 一句话 就完全给蒙了 这就能算出来了 别的还能算吗 别的也可以 别的也可以 行了 那您这样 您算的 我结婚呗 结婚没有 还是一句话 有妻不能光棍 哦 这么一句话 那比如说我结婚了 结婚对啊 有妻 就是有媳妇 不能光棍 绝对不能打光棍 我不能一个人 有妻不能光棍 那我要没结婚 没结婚也对啊 有妻不能光棍 对 对 这一不能我们家就准出事了 人家所有算这都存在不能这俩字了 你看是不是 你问别的也行 别的也行 没有人不能也都算 也可以 那那您算 您算了 我弟兄几个人 弟兄几个人这是个数目字 对 这都不容易了 您算算 还是一句话 哪句 您记好了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 这都包括了吗 全包括了 哎 那比如说我 哥儿仨 哥儿仨对啊 桃园三结义 本来你就是哥儿仨的命 孤独一枝 这怎么解释 你们仨是不是一个妈生的 是啊 都在一个枝上孤独了 孤独 孤独一枝 正个孤独一枝 那比如说我 哥儿你一个 哥儿一个也对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哥儿仨的命 孤独一枝 这怎么解释 可惜你这人命犯孤独 只剩一枝了 就剩我一人了 对 孤独一枝 孤独一枝 那我哥儿俩 哥儿俩 我俩也对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哥儿仨的命 孤独一枝 这怎么解释 孤独去一枝去 孤独下一枝去 还剩下 您这还能往下孤独 那我哥儿四个呢 哥儿四个也对啊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哥儿仨的命 孤独一枝 有孤独出一枝来 那上下孤独吧 怎么孤独都行 那我哥儿八个呢 你哥儿六十七个也没关系 买块孤独去吧 你家的豆腐 孤独一枝 一枝有分叉 你还多了 所以说这种算卦 就是骗人 都是骗人 这是骗人算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有 有的就准 你看我算的那些就准 没算的 我从小看过一些个书 是吗 你要不信 我给你算几卦绝对准 还能给我算几卦 我没点钱 没点钱不要紧 我就是免费送你四卦 送我 那你俩随便算拉扯 看他看上去 没问题 我看你准不准 我这人有一特点 不喜欢别人放上我 谁放上你 准 你就说准 行 不准 你就说准 对 平常呗 你不准就说不准 不准说不准 对 不准说不准 准我也说不准 看着你面相 看出来了 什么呀 第一卦 在你们家只有一个爸爸对吗 多好啊 对 不不不 别跑着说 没跑着说 有几个说几个说 就一个 这玩的多了多闹哼 这是一卦 第二卦 第二卦呢 你爸爸跟你妈结完婚之后才生了你 对吗 对 太鬼了 好 第三卦 你不是有哥哥 就是有姐姐要是有弟弟要是有妹妹要是一个 废话 这几种全说出来 你你你你 我有一哥哥 有一哥哥 你可听好了 你哥哥的岁数肯定比你大 我心里不是比我大 但是有钱的力量 没有 再大大多你爸爸钱 是 比我爸爸大多我大爷 你看 最后一卦 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 有媳妇 你可听好了 你媳妇跟你不是一个妈生的 对吗 对 准不准 准 准不准 你奶奶的个孙子 什么玩意儿 这个给谁算都准 这就是骗人的啊 博西匹 还有一种骗人的呢 还有一种虾子算命的就是骗人的 谁说呢 虾子本身他也看不见啊 他跟你没有点神上这种交流 他也不知道 他肯定是真才实学 那也不说 那未必 那未必 过去有一种虾子算命 盲人 啊对 过去那个年月吧 戴着一个花皮帽 手里边拿着马肝 这手啊拿着一个小锣 当然 他再敲两下 招揽生意 一是招揽生意 第二让别人躲着他点 哦 别碰着 当然 他出来了 有时候背着三弦 他还弹 啊 也弹也唱 哎 这种是虾子算命 这怎么样 这不准呢 怎么可能不准呢 你没见过他 我上哪儿见的 但是我过去是这么多的 这么多 我见过 我今天就来了这个虾子 不 你还能来了 我到后台我得准备准备 准备 试试画画桌子 你说你来画画桌 咱把这桌子搭一下 搭桌子搭 好比是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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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他说我一出来 我就不是我了 我就是算命的下子 我说那盲人算命 咱们来回来看 你看我算命啊 哦 还有这好事儿 哎我坐 各位今天您来着吧 他说他会这虾子算命 但是我咱看一看准备过去 今天呢 他该得拌上去 拌上去 像那个虾子那个样子 这虾子看着和虾子 这虾子看着和虾子 这虾子 这虾子 哦 他这罗在嘴上 嘴就是罗门 算瓜子 算瓜子 哎呀 算灵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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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算你这一辈子 鸡胸过 不算天不辣呀 呃 呃 我能算你什么时候发财 什么时候发达呀 呃 呃 我能算你什么时候结婚 你老婆什么时候给家呀 什么词啊 词 我说虾子 谁叫的孩子这么倒霉啊 叫孩子 又叫虾子的吗 那也不能叫爵子 你得叫先生 我叫先生 我叫先生 我说先生 嗯 别往前走了 为什么呢 前面有条沟 有条件 哎呀 我为什么不往前走嘞 我算出来了 我您都算出来了 我就知道前面有一条沟 那我还多余了 哎 我上后边去 哎 左边也不行啊 左边是沟 我往右边啊 右边有堵墙 那我再回去 嗯 后边是悬崖 我咋天上掉下来的吗 那谁知道您怎么来的 我怎么回不去呢 啊 您先别着急走 啊 我问问您啊 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算命的啊 算命的先生 嗯 那太好了 怎么着啊 您给我算算命 给你算命啊 嗯 你还有病啊 废话 我又不是死人 啊 有人有命 有命就能算了啊 行 那上哪里算命去啊 上我们家算的 你们家离这里远不 也不是特别远 走着大概十分钟就到 有我可不认识道啊 没关系啊 啊 我牵着你 我说娘这是狗嘛 呵呵呵 你是狗 你骂人娘干嘛 你牵着我干什么呢 你 你得留着我呀 你老瞧这字眼 我领着你 留着我啊 你把饭给我 你让我走就行了 这儿 别瞧了 走走 走走 快吃了快吃了 走 卖腿卖腿 二道门 这次干嘛 一家三道门 这次吃了 第二道门 带到这儿 哪里 别瞧的 怎么哭 快等 快等 三道门 乱 这是一公里 一人卡滴 然后再跑 这儿 正好 你们家住在这个墨房里头啊 还有墓房呢 怎么还转圈儿呢 我们家山的大院多 你这园子太大了 一层一层的 别动了,这就到了 啊 屋门到了 屋门到了不能走了 怎么呢 再走就斩首了 不是斩首的屋门 我们家这屋门到了 哦,你们家这个园子够大的 大山园子 你住在哪里啊 我叫住这屋门 哦,你住在这后屋门 最后一道屋 你们家有后门儿吗 我们家没后门儿 没后门儿吧不行啊 怎么了 着了火你跑不了啊 你这什么说话呢 哎呀,着火 大山儿子还敢吵了 这刀啊 刀了,你把这给刮一下 啊,这就刀了 哎呀 等一会儿 我给您搬一把椅子 哦,还有椅子啊 您坐这儿坐 好嘞好嘞 别着急啊 坐这算命啊 哎呦 哦,这个皮包太大了啊 哎呀 哎呀,好啊 今天太冷了,这个鲜 来来来 坐这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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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儿坐,我还是站着吧 您啊 我给您说啊 再来你家里 不是,你好好着呢 干嘛你 我这我这 你好好说话你乐着呢 我这事乐吗 干嘛呢 我难受啊 你怎么难受呢 我难过呀 干嘛呀 我们这个没有眼睛这样 干什么都不方便 这倒是 像你们这个有眼睛这样 干什么都方便 哦 我们这个没有眼睛这样 好比我是在 你们这个有眼睛 你好比是在天堂 哦 我们这个出门是太不容易 不容易 我平时出门啊 都是我这个小碎子 领着我呀 哦,这自己不方便 今天我这个碎子不带呀 没来啊 你领着我呢 咱别这么说话 你是个好人啊 你领着我呀 不应该 我这个心里边感动啊 感动 我得 我得报答报答你那个年轻啊 这怎么报答 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了 什么时候报答了 下辈子报答报答你呀 你下辈子怎么报答呀 下辈子你下来我领着你呀 不用 咱就这样吧 我不用报答 给我算了就完了 给谁算命 给我算 给你算命 照报就算对了 怎么呢 我从小学过这个蚂蚁神像 蚂蚁神像 膜不神像 过 垂不神像 哦,全是神像 只要我一膜就行了 哦,一膜就行了 我就知道了 来,我膜你这个五官 哦,膜五官 来来来来 你一官 哎呀 你怎么满脸长得都是胡子呢 你满脸是胡子呀 你膜的是我后脑勺 我后脑勺 我后脑勺 二头啊 我以为你养着头脑 我有命啊 我 你坐在哪儿我 哈 我不管啊 不管啊 哎呀 你这不管 你这都不缺少啊 哇塞 你说的好准啊 谁缺一个这些话呢 这个 不管有一管好 彼宗十年望运 嗯 不管有一管苦好 彼宗十年败运 哦 你这不管有一管是最好的呀 哪个 你这个鼻子好啊 哎,鼻子怎么好啊 大头朝下呀 哈哈哈 廢话 大头朝上那是漏斗 啊,漏斗说不行啊 大头朝上你下雨的时候它存水啊 对 一大分地还跟穿呢 哎呀,这个鼻子长得好啊 谁大头朝上 啊 这个不管我摸完 我得 这就摸完了 啊 我得看看你这个手相啊 看得见了你 啊,摸一摸你这个手 你这个手相 哎呀,摸一摸就知道了 怎么啊 你这个手相啊 手怎么样 你这个手相 哎呀,你这个手 哎呀,手不错呀 手哪好啊 这个五个尺头都分着开呀 拜托啊 这我只能分开这压子 压子这个工作你干不了啊 你也干不了啊 这是工作了 这太小了 我只能分开这压子 你这个手不错 你是一个法胎的手啊 是吧 那个乡树上说了 啊 男子说 你我钱也要有钱 你这手要差 我才也有才 你不用让让 我听得见 啊 我手相 主要是书行里面 三道门上 三道门 哎,三道门上就好啊 他就说命运就好啊 哎呀,你这种点知道门头的 呦,这怎么了 这叫冲沙文啊 冲沙文 冲沙文 乡树上说了 什么 张鲁鹏生冲沙文 嗯 手面一定受无品 有 各文负贵何事有 怎么办呢 你是先离婚了 我嫁人呀 谁嫁人呢 你也不是死的吧 也不是死的 哎呀,大姐我跟他说呀 谁大姐 谁啊 我,人家还有点赋 没有了 我 这个原来也没有了 去 什么呢,去哪儿了 啊 不是,说的门天说的 怎么办呀,我男的女的我 你这个女的 我男的 男的 像你身手,男的女的 你身手哪个女的 我身手 你身手手啊 你身手手我不按这个 死心眼啊 你干我身手手了,跟着完了 你老公,不看手下 不看手下 你算这别的 咱算这什么 咱算什么六月的 那六月的 我平时就算什么 我,我都得唱啊 唱 我都得唱这这个三仙唱啊 对 你以前出门给我带这三仙啊 那咱都唱了 你家里有三仙咧 家没三仙 你外面谁出来带三仙的 谁出门带三仙的 我得三仙啊 没有 咱怎么这么说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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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三仙都能带 我啊 他把鸟吐过去 你才要出来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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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这个样子 还难听的 我啊 啊啊啊啊 瞎子找话怎么还听准的 你是嘲笑我吗 我不是嘲笑你 我嘲笑你 我嘲笑你话说 自己不会决 王人王有人王 王啊啊啊啊啊 我这要唱吧 未曾算命为一生 不知道先生你多大年龄 哎 先生你今年多大岁数 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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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岁啊 43岁 43岁 43岁的话 也就是40岁过来三年了 对吧 好上头 43岁 你这个命运 四 再上量上量行不 上量什么 你算个42岁行不 我算42个 我算42个 啊啊 我算42个 43岁 你算个44岁行不 43岁 43岁 你现在算 为什么非得算43岁 说43岁我不算 我说43岁那个岁我还没回你 啊 你哪分手我打你哪来啊 43岁 就43岁去出 哇哇哇哇哇哇 43岁来三年了啊 不知道先生你 是属蛤蟆的 我还属青瓜呢 我属蛤蟆呀 我是谁属蛤蟆的 我是问你 为什么呀 你是属蛤蟆的 我不是属蛤蟆的 你是 喂你 你是属蛤蟆的 谁属蛤蟆 你是不属蛤蟆的 喂你 喂你 喂好 你是属蛤蟆的 这语蛤蟆的 这语蛤蟆的 什么口音 属什么的 你属蛤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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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属蛤蟆的 你是属蛤蟆的 咱谁给谁算命 您等我算命啊 问我干嘛 我给你算 我算 今天你43岁对吧 啊 子属丑猫 丑猫 丑猫 什么叫丑猫啊 子属丑牛 啊 子属丑牛 丑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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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猫猫猫 丑猫猫猫 丑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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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猫猫猫 我身后不是没过 身旁边有 身后有几对 许好害猫 许好害猪 什么东西 许好害猪 那这不对 十二十五小怎么没有猫呢 本来这也没有猫啊 你说这猫怎么好啊 有漂亮有可爱有干净 交出来那个生意跟长河似的 一边 咱们家喝什么刀交 没有猫 算出来的 是说臭牛银红毛 吐沉沦四十五马肋药 谁好有几 学购害猪 你今年四十三岁你是说猪的 还算了 十二十五年没有猪 二猪啊 那你是说什么的啊 说猪的 说猪的 说猪的啊 我怕猪的 你比猪猪的 你比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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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是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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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八月二十一生的不是 二十二生的 不对 二十三生的 我咱别蒙行不行的 别老蒙的 你是哪天生的 二十四 二十四 八月二十四啊 哇 不哟 八月二十四来三庙 不知道先生你是什么时辰 你是什么时辰上的 又问我 啊 四十四十啊 哇 四十是几点啊 啥不知道 四十到你都不知道几点啊 几点啊 十二点 十二点啊 谁熊我你这是啊 哎呀 瞎子叫二斤准 十二点笑你 哎 十二点太好了 怎么啦 你是吃完的中午饭来的最好 哎 吃中午饭了 吃完的中午饭了 怎么啦 十二点 吃完咋活啊 嗯 四十 嗯 我是中午十二点 什么时候 夜里十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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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十二点你不怕黑吗 那我要不出来更黑 是夜里十二点 黑话 四十就是夜里十二点 夜里十二点 你吃饱了车 你这是怎么着啊 啊 你干嘛呢你这 我这算命啊 你算什么命你也没算上来啊 谁说算不上 你半天哪个也没算上来啊 我算出来的 我算出什么来的 我说一说你听了还是对吧 啊 啊 你今天十四三岁 你是属偶的 八月二十四 夜里四十生人 对不 白货 这我都告诉你了吗 你告诉我 我国的技术就不容易 你这什么的技 你这不是这种是骗子吗 谁是骗子 等等等等等 我不算了 不算了 你走吧你 不算你 你给我走 走走走 走走走 给钱 你这做玩意还要钱呢 白货我都败算吗 什么玩意我就不给你钱 怎么就没给我算对 你不给我钱 不给 你看见这个东西了吗 干嘛 我看要打了 打 我怎么一轮了 你这个物理这家具都让 都给我砸碎了 你上我这砸家了 给钱给钱给钱 你这这这这这这嚼劲劲的 你用这么一位 还得给这钱 先生 怎么说 这钱我可以给 但是我不能直接给 为什么 你得算 算什么 你算算 看看这是多大面值的钱 算对了 我给你 算不对 可不得 哦 哦 哦 还得算 多大面值 能算 我磨一碗 你磨 我一碗就知道了 还能磨一碗 这个钱是多大面值 多大的 你这是8块6一张 有8块6一张 你这是没有8块6一张 没有 没有 你这个钱 这个面值也不是很大呀 我我看你这个钱好像是 好像是这个 哎 哎 你眼睛都睁开了 哎 我就是捡钱 烟开了 哎 谁倒点 啊 那我们一般都说到夜里两点多 对 夜里紫时 到我那两点 12点 嗯 这个您说一段 先把钱收起来 对 对 都一样 那个 再给您说一点 说一遍 每个演员特点都不同 是 啊 掌握的节目内容也不一样 各有各的表演风格 台上台下呢 嗯 性格也都不一样 嗯 后台好多演员呢 其实都是 从小一会儿长起来 谁呀 我说这么近的人大伙都知道 第一个是德文社的那个张凤伦 第二个是红河唐 红河唐 唐鲁 哎 还有五个叫刘河春 嗯 他叫汪可白 这有什么可疑问的 哈哈哈 我是叫刘河春 还我叫虾子 哈哈哈 我们四个人呐 小的就是老子一泡泡 嗯 哎 这个小孩最喜欢去哪呢 最喜欢去北京动物园 小时候我们四个人去动物园 从来不买不到 我们四个就是动物 哈哈哈 谁告诉你 谁不买票 因为我们知的动物园有一个墙啊 他有个河口 哦 打那进去 哎 不买票 小孩投票 最喜欢看猴 这个不好 有猴山嘛 看猴 啊 时间长了他就胖了 哎 这猴子也是有疾病 所以说不让头飞 可我们四个就因为这个犯错误了 有天 保安发布的四个人堆住了 啊 带着园长的办公室 园长你看这孩子像发飞啊 园长一瞧这四个小孩 新说那有多大事啊 你走吧 行没事了 我问他们 园长亲自问我四个人 首先问那张富伦 你 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富伦 你怎么回事 哎 没事了 我就是把花生生活摔下去了 禁止图位 你知道吗 啊 会写字吗 那大牌子写四个字 禁止图位 回家把这四个字 写一百遍 啊 写那么多 走吧 第二个就是孟子唐 叫什么名字 孟子唐 你怎么回事 我跟他一样 把花生生活摔下去了 回去 回家写两百遍 还多一百遍 走吧 他也走 下一层的我 你 长得怎么那么可爱了你啊 这园长也是瞎子 认你当干爹得了 听不说 开玩笑 这开玩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霍伦 你怎么回事 我跟官民一样 把花生生活摔下去了 回家吧 不用写了 刚才那个 替你写了一百遍了 对 后他写了两百遍 哈 我也走了 最后一个就是他 我跟他从小就胆小 呼呼 酷了戏的花辣 啊 身上都是泥衣服的破了 你一调声名字 我叫郭靠白 你是不是也把花生生活摔下去了 不是 我小朋友叫花生 对 对 谢谢 谢谢大家